大家好,我是阿君,我又来了,终于等到星期五 那么起码接下去两天股市不会跌了 今天其实开场白我准备了两个 第一个开场白是针对这个星期基本上每天都看股市的那些小伙伴 对于那些小伙伴,我想说非常理解大家现在的一个心情 整个股市让我们觉得真的有点难 我们趁着双休日,然后好好休息一下 下个星期的话就再战,然后大家要加油 这是针对第一部分的一个小伙伴 天天看这个星期天天干股市那些小伙伴 然后第二个开场白是针对今天刚刚打开自己的APP 然后开始关心股市的那些小伙伴 整个一个星期都没有看盘的那些小伙伴 针对那些小伙伴的话,我的开场白是这样的 就这一个星期,其实还是挺无聊的 因为标普五百的话,往回回调了百分之零点二 纳兹达克的话,往回稍微跌了百分之一点二 那么因为整个宏观环境可能并不是非常好 所以美股的话这星期有一波比较小的一波回调 但是美联储在这一个星期的话已经释放出信号 说他们在下一次开会的时候不会加息50个基点 那么所以比起市场预期的话 美联储的这一个态度其实是有一点点偏鸽派的 那么这样听起来有没有好一点 因为其实真的我们如果回过头去看这一个星期的一个走势 从指数的角度去看的话,真的还好 那么所以我说我非常能够理解大家心情是因为 如果你经历只有经历了星期三美联储的会议 美联储会议之后 那么美股的那一波涨幅当天的那一波百分之三的一个涨幅 还有加上星期四整个美股大盘百分之五的一个跌幅 只有经历了大吉大落才会觉得行为 如果今天这个一个星期都没有看盘 那么今天回过头来看 这整个一个星期的走势其实就真的还好 好吧 所以啊 这是今天的股市 这是今天的热力图啊 今天的热力图基本上是all over the place 就除了energy板块相对是比较好 energy healthcare 然后utility 那包括consumer defensive这一块能够找到一些比较锐的 其他的话都还好啊 科技板块 那其实在软件板块今天仍然是跌的比较多 回调的话仍然是比较多 特别是一些 那么暂时来说还没有赚钱的一些公司 今天 那cross strike net 那这一些前段时间我们感觉整个市场里面无敌的security那一块 cyber security那一块啊 今天回调也是比较厉害 然后就是啊 software application这一块啊 我今天倒没有怎么看我 我然后我做视频的时候 我再看到今天shopify又跌了百分之八点六二啊 今天这个视频后半段的话 我就和大家去讲一下 shopify的一个财报 那么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看法 整个今天这一个板块其实跌的比较厉害 t trade 跌了百分之十一 coinbase也跌了百分之九点二 那unitzi都是比较厉害 好吧 但是我前面说了 如果我们看整个一个星期的走势 那从指数的角度去看的话就真的还好 我们看我们如果调到一个星期 有没有觉得稍微好一点 特别是芯片板块这一块 对吧 amd 那有财报的一个加值 就是整个过去一个星期的一个走势是涨了百分之十一点四吧 啊 然后大盘股 你看一下google facebook都是涨的啊 所以啊 如果真的这个星期感觉到非常心累 大家就直接跳过我前面那一段 从我第二段开场外的话 第二段去听 好吧 然后来看一下这一个星期的一个走势 其实还好啊 收拾一下心情 然后下个星期再站 好吧 然后的话 那今天先看一些新闻啊 之后讲一下shopify财报 第一条新闻 这个这个数据是二手车的一个数据 四月份最新的一个数据啊 我们可以看到二手车的一个价格 其实是已经开始往回调了 那而且前三就今年前三个月的一个跌幅 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最大的一个跌幅 那不过因为这上一年的一个基数 仍然是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低的一个低位 如果我们去看同比的话 他仍然是在增长的啊 但是我们知道如果说二手车价格开始roll off 那么这个价格开始往下跌的话啊 对于通胀来说的话是一个好消息 但是这个时间点就对于通胀影响的 这个时间点其实可能是要往后延的 而且这个非常往后延 这个往后延的一个可能性 比较有可能要到什么时候 十一月份 甚至于今年的一个年底 十一月份甚至于十二月份 因为我们仔细想一下 二手车的一个价格基本上是在 如果说我们假设十二月份见顶的话 那么那么到什么时候 他会对通胀有一个最大的一个影响 是要到今年的一个十二月份 那么是要到一年之后 那因为从这张图里边我们可以发现 就十二月份奥手车的一个价格 差不多是在二二五到二二五零之间 那么我们假设他在比如说在二三七左右 而如果说今年年底奥手车的一个价格 现在在二二一 如果继续往下跌 比如说到今年年底奥手车这个价格 跌到一七五的话 那在今年年底十一月份或者十二月份 那奥手车对于通胀的一个影响将要多少 将要达到负的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四十 那么就他都不需要回到疫情前的一个水平 如果真的要回到疫情前的一个水平 那么那这一个跌幅的话是要在百分之五十左右的 那么所以随着时间的一个推移 那么在当初通胀刚刚起来的时候 一开始就是由于二手车的一个价格 那么那我觉得同样的一个故事前 随着时间的一个推移 他完全是会翻转的 如果二手车价格持续开始下跌 甚至于随着时间的一个推移 他的一个同比的一个基数越来越高 然后现在的一个价格又越来越低 然后那这一个下降的一个百分比就非常大 单单二手车的一个价格下降的一个百分比 都如果在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四十 那对于通胀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影响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恐慌贪婪指数 现在的话其实恐慌贪婪指数并没有在极度恐慌 这其实是有一点出乎我意料啊 但是如果我们拉下去看的话啊 有一个指标 其实我想说一下 我觉得还挺有意思啊 就是这一个啊 save payment save heaven demand demand 那对于避险资产的一个需求 那这一个指数 他衡量的是那债券市场的一个收益 和股市市场收益的一个差 那我们看一下他对他的一个定理 他说那当投资者开始恐慌的时候 债券市场应该比股市市场的一个回报要高 或者债券市场应该比股市市场走的要好 那但是这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了什么 这段时间我们看到了一个结果是greed 就是贪婪 那而且这一个回报差的话是正的 回报差是正的代表什么代表啊 在过去一段时间股市市场比债券市场走的还要好啊 所以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市场上并没有那么的恐慌 所以啊这其实是一个比较概念性的一个问题 我们在现代市场里边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个声音说啊 马上的话可能经济要进入衰退了 那所以市场非常非常恐慌 比如说股市在跌 那但是从在债券市场这个角度去看的话 长期的美债他反映的就是两个东西 一个第一个东西就是real GDP的一个增长 真实经济的一个增长加上对于通胀的一个预期 那这就是长期美债的一个利率所反映出来的一个问题 那如果说市场非常恐惧经济要进入衰退意味什么 意味GDP增速的话要下降 意味GDP增速要变成负的 对吧那但是如果说通胀预期在不变的一个情况下 那么他的一个真实的一个GDP开始下跌的话 那 从概念这个角度去看的话 长期利率长期的美债的一个利率应该往哪走 应该是往下走的 如果他的收益率或者他的一个利率往下走代表什么 代表他债券的话是要涨 那但是这段时间债券在什么 这段时间债券债券在跌 那他的一个价格在跌 他的一个收益率的话在上升 那所以从最近的一段时间债券的被抛售 那么他背后并不是反映着投资者非常恐惧整个经济可能进入衰退 所以完全是相反的 因为我说我在重复研究 如果说投资者非常恐惧经济要进入衰退的话 投资者要做什么 投资者是要进 特别是机构投资者 他们其实是要买入债券的 那前提是在通胀的一个预期不变的一个情况下 啊所以啊我个人更多的一个猜测是最近一段时间 美债的一个抛售是由于美联储的一个行为 由美联储进行缩表 那市场上少了一个买家 然后啊从机构投资的角度来说 特别是一些短期的一些机构投资者角度来说 那么他们选择走在美联储之前先离场了 好吧 所以短期之内 我觉得债券走势更多的是偏向于技术层面 而不是基本面 那么因为如果是从基本面的一个角度去 从定一个角度去出发的话 市场真的恐惧经济进入衰退 应该是要买入债券 而不是抛出债券 那么所以啊 我如果回过头去想星期四的这种事件 那在所有资产都在开始下跌 特别是传统意义上一些比较避险的一些资产 比如说债券 然后比如说黄金都在被抛售的时候 这一种体现 其实更多的是体现在一个市场的一个流动性缺少的一个情况 是一个liquidity event 对吧 如果从机构角度来说 他是他比如说啊 加杠杆那些机构 他现在需要资金 他需要margin 他被margin call 他现在需要资金 那其实整个市场里面流动性最大什么 流动性最大其实是短期的一个美债 那么然后的话就是股市 所以我我有可能我仍然偏向就去解释星期四的那种非常大幅度那种跌幅 那我可能仍然偏向于整个市场里面可能有一家机构的话是被是被是爆仓了 但现在的话新闻还不知道 其实现在市场上没有一个定义 没有人知道星期四到底发生了什么 然后最后的话 再来看一下杠杆的一个比例 或者散户的一个杠杆啊 这张图的话是一了一千就是一个同比的一个增长 我们可以看到三月份的话啊 从杠杆从margin 这一个角度去看散户的一个杠杆 通比已经是在减少了啊 或者说是一个负增长 而这是三月份的一个数据 四月份数据 我估计在接下去的一到两个星期之内 在应该在一个星期左右四月份数据就出来了 根据四月份美股的一个走势 我相信这一个杠杆比例一定会降的更多啊 这一个比例非常有可就这一个绝对之一欧为一 我们如果看同比的一个增长的话 非常有可能还要下降到可能-200甚至于-300 所以这一个下跌的幅度是非常非常大 那基本上把啊这一段时间呢 在杠杆加上去的一些杠杆的话全部被n1 那现在我们其实从很多时候小伙伴之间交流 我们知道现在谁还用杠杆 对吧 现在用杠杆那些资金的话明显是比以前少了很多了啊 所以啊慢慢的我估计在一到两个月之内 不管是从股市的一个估值的一个角度去看 我们从散户的杠杆的这个角度去看 市场其实已经趋向于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位置了 那不能说他现在估值的话是偏低 你只能说中小伴股他的估值可能从历史上去看的话 相当说是偏低的 那标普500去看的话 已经往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一个方向去了 从杠杆散户的杠杆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啊 这一个n1的一个速度非常非常快 所以已经往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方向去走了啊 所以我个人观点其实我反正这这段时间来我是完全没有改变 如果你现在问我股市的话是不是在一个泡沫阶段 基本上那我觉得现在从估值这个角度去看的话 是完全不存在不在一个泡沫的一个阶段啊 但是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笼罩在所有人头上的一个通胀问题啊 现在整个市场里面基本上没人怎么聊基本面那大家聊的都是宏观 那大家聊的都是一些机器人交易都是一些orgo 那但是我相信整个疫情的一个cycle我们是会过去的 那当我们真的把疫情的cycle过去之后 再回到疫情之前的这一种生活状态的时候 那然后大家可能就会讨论那到底是什么是影响通胀的 是那整个长期的一个人口结构 还是说一个科技的一个通缩的一个力量 那从短时间那个角度去看的话 那影响通胀的一些噪音其实是非常非常多 包括我前面说的二手车的一个价格 那基本上我们可以预见的 如果这二手车价格继续往下跌到年底的时候 二手车价格的一个同比的一个增速 就是在负的百分之四十到百分之五十对吧 你想一下如果其他的一些商品价格也开始往下降的话 那同比也将会是一个负增长对吧 那即使那在service那一块 他的一个同比是在一个是在一个那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的一个情况下 但是在商品那一块那这一个负增速可以把通胀压到拉到非常非常低 反正看吧 我觉得下半年也会有很多surprise 而这一个surprise非常有可能是那 GDP surprise to the downside 那在就是整个暑假大家 那后疫情时代最后的狂欢结束之后 可能从起可能从八月份九月份就开始勒紧裤腰带过日子了 那么然后也不开始消费了 那所以GDP GDP surprise to the downside 通胀的话有一个base effect在里面 那非常有可能也是surprise to downside 那再加上现在美联储五十个G点五十个G点五十个G点加息 然后就是缩表的一个速度就并不慢 然后我觉得下半年是可以看到经济下行 特别房价房价还有个周期印在里面 六月一般都是六月份见顶一月份见底 所以六月份到一月份都是下跌的一个过程啊 所以下半年其实也会是非常interesting啊 然后是shopify的一个财报 那首先我想整体先聊一下整个财报会里边啊有很多问题 还是围绕着fulfillment center那一块啊 shopify在这一次的话做了一个收购啊 收购完那家公司之后可以在物流上面帮到他们非常大啊 基本上可以做到啊两天或者说第二天就送货啊 整个啊 首先这张图我觉得是比较好的一张图啊 在他们在在他们啊 财报里面这张图是整个电商比上啊实体店的一个消费 或者说电商占总共retail消费的一个占比 这一个占比可以看到从因为疫情的一个原因导致这一个占比上升 然后到后疫情时代 这一个占比开始一直在下降 那说明什么 说明整个因为疫情的一个原因所导致电商 那短时间之内的这一股顺风或者一股tellwing 现在的话慢慢是被在unwine啊 所以shelperfile这一季度 而且特别对于shelperfile这一公司来说 那他有一个tough compound上一年同一个季度增长是在超过100% 然后所以今年的一个增长的话是在百分之二十二 百分之二十二topline是在百分之二十二 那么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啊 shelperfile也像也学习square了 那么怎么学就是说 那么这一季度我们增长并不是非常高 但是我们需要看两年的k 或者是要看三年的k 那么这一点我觉得square就有一个先见之名 就知道后疫情时代 那么你要去看同比增长的话 非常有可能会出现 那么上一年如果增长非常非常高 然后那么今年想要再去达到同比增长的一个百分之三十四十以上的一个增速非常非常难 那所以square早就一直在用两年的一个复合成长或者三年的一个复合成长 那么所以基本上现在的很多电商包括这一季度的一个shelperfile也开始用这一些数据了 就不要去看今年比上上年 我们要看两年的一个复合增长 那然后先来说一下他们的一个财报啊 他们这一季的财报里面有一个和square有一个非常一基本上完全相同的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就是在那运营这方面的一个花费 我们看一下这第一季度啊 首先这边是第一季度啊 这边是gap的一个gross profit 他的一个毛利润啊 下面是非会计准则的一个毛利润 在六四六零五四啊 然后第一项消费sales and marketing 营销费用啊 这边是non gap 就我们把sbc去掉 这样的话更可以更好 可以更好的衡量去看一下同比的话 在营销这一块增长是多少啊 所以这一个non gap的一个sms sales and marketing是在二八七啊 那么二八七七八二这一个占比的话占了多少 百分之二十四 而上一年的同期的话是占了百分之十八 那而且啊 那这一个增速我们可以讲的 如果我们去看他的一个non gap 这个gross profit 上同比的一个增速的话 差不多在百分之十五左右 那么但是这一个啊 non gap这边那个sales and marketing的一个增速的话 非常明显 那已经超过百分之五十都不止了 百分之可能应该到百分之六十左右 那么这是在sales and marketing 然后下面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其实也是同样的问题 研发什么研发占比研发占 那么营收的一个占比也是从百分之十二上升到百分之十八啊 同样的在gna啊 人工这方面的一个花费也是从百分之五上升到了百分之七啊 所以下面就是一个啊 所有的一些non gap operating expense 全部加一起上一年的话是在三五四 这一年的话是在六一四 那么这一个增速的话比营收增速是快高非常非常多 包括比啊gross profit他的一个毛利润毛利润的一个增速也快也大非常多 那这一点的话 在opax上面的一个花费和square基本上面临着同样的一个问题 那如果说在啊在top line的一个growth top line的一个增长 没有在运营方面的一个增长速度要快的话 那就会造成今年的一个ebeta 那或者adjustedebeta 从bottom line这个角度去看的话 就不会有上一年高 那这是第一点 然后反正相对来说比较小的一些公司 比如说像肖爆发比如说像square 他基本上给你的一个理由就是说 他拆包会议里面也有人问了对吧 那么高一个opax的一个增长 你的管理层是怎么理解 基本上对于这一类小公司来说 他们都告诉你 那我们是用来投资在我们自己的公司里面 就在公司增长比较慢的时候 我们选择在对于公司本身的话 加大哪一个投资 那么加大营销的一个费用 加大研科研的一个费用 那么包括加大人工的一个成分 特别gna这边增长也是非常多 但是对于大公司来说 那特别是对于那些大科技来说 我们听到什么 比如说amazon amazon的发出了一个释放出的一个信号是什么 那我们在forfulment center这一块的一个扩张和和人招人的那一部分 那基本上今年的话就停止了 那或者这个增速的话基本上就不会动了 那接下去他们要做的什么 他接下去他们要做的是更加的有效率 那么意思就是说在capx和在opax上面的一个花费 基本上今年就到顶了 那包括啊facebook也是这样facebook的话 那他们在这一季度发财报的时候啊 决定要减少他们在opax上面的一个花费 那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 我我个人觉得对于那些大科技来说 他们可能背后更有一些啊 投资者的一些压力或者股东的一些压力 小公司的话可能为了成长为了扩张 可能在这方面的话并不是非常注意 不不过啊square是这样的 在上一次发财报的时候 他们对于2022年在opax上面的一个花费 运营上面一个花费是在1.3个billion 然后这一次他们财报的时候 把这1.3个billion其实降到了1.2个billion 那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 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信仰 我觉得接下去 很多家公司可能在运营上面一个费用都会减少 那为什么 因为整个宏观的话经济可能要走下行啊 经济如果开始走下行路的话 公司就没有必要再在运营上面花那么多的钱下去啊 最后的话就是他们那个财报会议啊 我记得问题不是非常多 基本上就是围绕着fulfillment 这一次收购稍微聊了一下 然后一些比较宏观的一些问题 那打个比方 第2个问题问的就是宏观 他说4月份怎么样 然后有没有一些季节性的一些问题 那管理才能回答 很有意思 基本上和square差不多 他说上年4月份的刺激造成了一个奇数的一个问题 然后现在有一个旅游忘记的一个问题 包括有个通胀的问题 最重要的是下半年的话会好一点啊 这是第2个问题 然后第3个问题就是我前面说的一个opax 那么有分析员有华尔街的分析员的话 也问了shopify说 你背后opax增加的一个原因到底是什么 或者逻辑到底是什么啊 管理层给出来的意思就是说 啊不要看我们今年啊同比增长可能 不管这可能topline增长并不是非常高 但是看我们两年年化的话 我们同化啊 我们两年年化的一个增长仍然是在60% 就营收在60% gmv的话在50% 那所以可以去justify他在opax上面的一个增长 那我个人觉得可能啊 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理由 但是对于很多成长股来说 这是他们为很多成长公司来说 这是他们愿意选择去做的一件事情 啊 但是对于大科技来说的话 可能压力更相对是更加大一点 因为啊你多赚一分钱啊 多从运营这一个角度去挤一些空间出来的话 那最后这些挤出来的钱全是最后 其实反馈到投资者身上 然后最后就聊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问题 有分析人问他他他说你们现在股价走势走的不是非常好 然后如何保留人才啊 因为对于很多科技人才来说 对于来他们来说最重要的什么 最重要的是股权激励 如果股权激励 你家公司股票走的不好的话 你给我的股权激励就没有那么吸引人了 管理层给出了一个答案非常有意思 他绕了很大的一个弯 然后告诉华尔街的一些一些分析员 他说啊 从我们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啊 我们手下那些人才他们并不care我们股价走的好还是不好 我后面给他画了一个笑脸 我不知道管理层是不是真的了解他下面的一些员工啊 那不过我知道看我这个视频 就有很多马东东的一些小伙伴 对吧 比如说也是做一些产品的开发 你们告诉我你们到底care不care 好吧 我觉得很多 我觉得很多人的话应该是care的 那么啊 总体来说shopify最近一段时间的一个杀跌啊 其实和他公司的一个属性是有关系成长股 然后其次还是和他的一个固执有关系 那么即使在那么大一波调整之后啊shopify的一个固执 我个人觉得就relatively如果去比的话 比如说去和square去比的话 我们看他一个price to gross profit 那么square的话可能在十一倍十二倍左右 然后shopify的话仍然是在十七倍到十八倍左右 那么而两家公司今年的一个增速的话可能都是半斤八两啊 所以我觉得啊短期之内的话不用期望他靠一个财报来转变整个市场的一个逻辑 那或者转变市场一个情绪面不会的 特别第二季度可能更加难 一定要到下半年可能会稍微好一点 但是如果下半年整个经济整个红光经济在不好的话啊 那也许下半年的话也会比较tuff 好吧那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边 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在下面给我留言啊 最后的话祝大家周末愉快明天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